我們現在呢是要開瑪雅 然後用瑪雅做一個人頭 像這邊呢其實是有放一個那個參考圖 但是我現在連參考圖我都不想放 我只要直接做 好所以呢我們現在呢先看 直接一開始的時候呢先 欸我有沒有錄影啊 有有我有錄影 先切到側邊 空白鍵按著不放 先切到側邊 切到側邊以後呢 切到建模的模組 剛剛是空白鍵按著不放 再加左鍵可以切到Right View 就右側 那你這邊呢也可以選Panel Autographic Side View 這也是可以切到側邊 對啊所以這個都可以 看你要用哪一個 OK嗎 切到側邊 空白鍵按著不放 再加左鍵可以切到Right View 對啊 對啊都可以啦隨便你 然後 如果是選單的話就是Autographic Panel Autographic的Side OK嗎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再來下一個 這個模組要切到建模 Modeling 建模M開頭的 有看到我抖動嗎 沒關係啦 不然我就做 反正你們大家看YouTube好不好 對啊 因為反正我大家會上傳到YouTube 然後再來呢是使用那個 蛤 對啊就 對啊就照YouTube做 對啊沒錯 再來是要用 Create Polygon Tool 我知道應該看不見 這很爛啊 偷影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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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在扎去 欸他主意不錯喔 喔對啊你要在後面看也可以啊 對阿 你要在後面看也可以啊 可以啊 Create Polygon 蛤就是Mesh Tool啊 蛤就是Mesh Tool啊 對對對沒錯就是拉出一個人的側連 對沒錯就是這樣 對Create Polygon 對 好先Enter Enter完以後呢 這要修改形狀 選Vertex 啊沒關係啦 讓我調一下形狀 等一下長出個厚度 就讓你們先做了 我等一下趕快上傳 都可以啊 點不要點太多就對了 點太多會造成問題 怎麼判斷啊 就 就少一點 盡量少一點 出 因為你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那個 那個都可以 就是事後增減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對 好 再來呢 切到側邊 這邊要長厚度喔 所以按右鍵選面 Shift按著不放 加滑鼠右鍵 It's true face 或者是你不喜歡快速鍵 就按這個按鈕 這裡有一個 It's true 這個 這個叫It's true 長出厚度 然後呢把面刪掉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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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做到這裡 所以應該是先長這樣子 好 大家可以先做 我要傳影片上去勒 哎呦太可怕了 這個錄影軟體是不是又掛了 哎呀糟糕這個 哎呀糟糕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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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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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